You know you belong right here inside my arms 相信对时尚敏锐的小姐们们一定发现了 Blackpink新传里面这几个造型 丝袜真的要卷土重来了 很多姐妹日常穿搭都不太敢碰丝袜 因为总觉得代表一种廉价的性感 甚至会和某些服务业联系在一起 担心穿出门会迎来路人异样的眼神 但其实只要搭配合适 穿黑丝不仅不会有风尘味 而且能够显瘦又时髦 看看周勋在月下里的造型 根本变不了色 给我把精灵下凡打在公屏上 看看刘诗诗的杂志封面照 多么复古美人 唯一女生都忍不住感叹 这是什么人间有物啊 所以本期十一间 提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丝袜的穿搭思路 让你们成为秋日的小精灵 率先走在时尚的前列线上 对了 该收藏的收藏 该点赞的点赞 然后我们开始进入主题吧 因为黑丝强调了女性的腿部 整个传递出来的气质呢 就是极致的女性化和成熟感 加上各种影视作品的渲染 以至于现在大家一提到黑丝 就会联想翩翩 所以要想穿好黑丝 就需要平衡好路的度 总结下来就还是那句老话 娘们平衡 先来说最基础的 纯色半透明黑丝吧 那纯色半透明的黑丝呢 我给出的穿搭思路是 路出三分之三或者二分之一 加上搭配中性单品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 国外的街派 半透明黑丝加上棉袜和马丁靴 基本上是大部分模特 从绣场上收工下班之后的 一个固定穿搭套路之一 如果你想露腿比较多的话 那上半身的材质一定要挺阔 像这种大而易落的 阔形西装外套 或者皮衣都是不错的选择 最好是还带有一点垫肩 这样子就能够营造出 比较男性化的倒三角形身材 下半身的话呢 可以搭配极西的牛仔靴或者槐靴 穿短靴的话 最好里面再套一双棉袜 这样子会更加有层次感 这样穿机能在腿部两侧 形成自然的阴影显瘦 又不会性感到太过俗气 又苦又辣 比起唇色黑丝呢 不知道咋的啊 中间加了条竖线的话 整个性感度就蹭蹭蹭的往上涨 只不过这一身用白T 夹克和短靴综合了女人味 以及Bella这一身就弱化了 竖线黑丝带来的视觉冲击力 穿竖线黑丝的时候 我们可以搭配长靴 或者说长款大衣 只露出一小节腿部 减少竖线黑丝的性感度 隐隐绰绰的诱惑就没有那么赤裸 如果你觉得黑色太无聊了 想玩点不一样的 那可以尝试一下彩色丝袜 从Cellula Point 2019秋冬和Shaner 2020春夏秀场的T台造型可以看到 设计师们对彩色丝袜的搭配基本上都用了和衣服顺色的思路 既能拉长腿部线条又能让整个look看起来更有整体性 当别人秋冬都是乌羊乌羊一片黑的时候 你一身亮色就绝对是人群中最亮的那个仔 因为彩色丝袜它颜色比较跳 所以不需要露出太多 那它的春夏思路呢就是露出最多二分之一 加上和衣服顺色 接着是提花丝袜 最近Gucci的樱花丝袜因为名媛事件又火了一晚 那其实在去年秋冬 INCE上的博主基本上就把这个樱花丝袜穿了个遍 那第四外套和白衫衣的简单组合 加上一双樱花丝袜就增添了一丝的性感度 特别出片 虽然Gucci的樱花丝袜是有那么一点贵吧 当然网上还是有很多不同款式的提花丝袜可以选择 那因为提花已经够花烧够惹眼了 所以在搭配的时候 我们衣服就尽量选择纯色的裁剪简单的款式 不然身上重点太多的话反而会让人眼花缭乱 因为提花丝袜是很时髦的嘛 所以既然那时髦就让它多露出一点 雅花丝袜的穿搭丝绿呢是露出1分之1或者4分之3 搭配简约纯色单品 靠完这几个搭配不知道有没有给大家提供一点丝袜穿搭的丝绿 如果说黑丝的性感源于引人想象 像是一串省月号 那带有酷感的衣着 得体的言行举止 就给这一串的省月号化成了一个句号 点到为止就好 OK那这期视频就是这样了 那我们下期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